西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的政权 它存在于公元四世静末期和五世纪初期 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小国家 虽然西梁国的历史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十年左右 但是它在当时的政治 军事和文化方面都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一 西梁国的历史背景 西梁国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静末期和四世纪初期的五胡乱化时期 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非常混乱 各种少数民族的部落在这片土地上游荡 有时互相结盟 有时又互相攻伐 其中 以匈奴和先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逐渐壮大 开始对中国的领土和政权发起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各地的地方势力纷纷崛起 试图在混乱中寻求自己的发展机会 西梁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他的创始人是鲜卑族的福建 他于公元384年在今天的甘肃省和宁夏 回族自治区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并自称为大秦王 这个政权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 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的重要势力之一 二 西梁国的建立和发展 福建在建立西梁国之前 曾经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卫卫国效力 并被封为梁州刺史 后来他因为与卫国皇室的争斗而叛变 率领自己的部队逐渐控制了 梁州和河西走廊一带的领土 在公元395年 福建正式宣布建立了西梁国 以梁州为独城 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政治和军事活动 在西梁国的早期发展阶段 福建和他的后继者积极扩张领土 加强了国内的统治和军事力量 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政治措施 如实行土断 建立翻旱军队等等 在经济方面 西梁国也比较繁荣 西梁国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西梁国地处丝绸之路上 交通便利从而使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 同时西梁国也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国家 拥有广袤的牧场和丰富的草原资源 这使得西梁国在续产品方面非常丰富 特别是骆驼 马匹和牛羊等品种备受欢迎 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 不过西梁国的繁荣也是短暂的 在福建去世后 西梁国的政治局势开始动荡 福建的儿子福建和孙子福图相继登上王位 但是他们都缺乏能力和才干 无法继承福建的工业 此外 西梁国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使得整个政治局面更加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 西梁国逐渐陷入了衰败和分裂的状态 三 西梁国的灭亡 公元416年 北魏政权开始对西梁国展开进攻 北魏当时已经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政权之一 而西梁国则已经陷入了政治 军事和经济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 西梁国难以抵挡北魏的进攻 最终被迫向北魏投降 在投降后不久 西梁国正式被北魏吞并 服侍政权也就此结束 西梁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南北朝时期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结束 虽然西梁国的历史并不长 但是它在当时的政治 军事和文化方面都留下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西梁国的建立和发展表明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性和发展潜力 西梁国的灭亡也预示着北方的政治格局开始向中原王朝转变 标志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衰落 因此西梁国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西梁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